女人只因图书馆里的一面之缘 便将自己彻底交给了这个穷酸诗人 这是陈青第一次写给周瑜的诗 那天露天广唱上 身着红色衣裙翩翩起舞的周瑜 一下子就让陈青迷恋上了 而周瑜也被陈青的诗所打动 他借着陈青留下的身份证 找到了陈青重阳的家里 陈青面对前来的周瑜 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再次送了周瑜一首诗 周瑜也很喜欢陈青为自己写的诗 互生爱慕的两人 就在简单的问候中 确定了爱恋的关系 从这之后 周瑜一周要坐两次开往重阳的火车 这么周车劳顿的辛苦 只为能和远在重阳的男友陈青 见上一面 每次去周瑜都会带一个自己画的瓷器 而陈青也会带一枝花 前来接他 有时是鲜红的玫瑰 有时是纯白的百合 无论他送什么花 周瑜都很喜欢 但周瑜最喜欢的 还是收到陈青的诗 这日陈青送他的诗 《我的鲜胡》 在报刊上发表后 周瑜对此很是兴奋 倒是陈青却不如他那般开心 倒是开始换得换诗 还问了他一个特殊的问题 面对周瑜模棱两可的答案 陈青自然接受不了 渐渐地他对周瑜也失去了兴趣 周瑜给陈青买来呼叫急 希望他能将写的诗发给他 可陈青现在根本没有了为他写诗的动力 就连周瑜生病 他也没有钱去看望 只是简单地问候了几句 两人轰轰烈烈的爱情 在退去开始的新鲜感后 开始进入了冷静期 周瑜感受到了陈青的变化 尽管陈青说过 不让他再来回泡了 但性子直幼的他不愿放弃 依旧抱着心话的瓷器 坐上了去往重养的火车 火车上 周瑜偶然间遇到了兽医张强 只须一眼 张强便看上了周瑜 为了靠近周瑜 张强借着了解瓷器的话题 跟周瑜搭讪 看出张强不纯的目的后 周瑜就是宁愿摔碎怀里的瓷器 也不愿让张强靠近自己 然而就在张强为自己的冒失 感到抱歉时 只有周瑜自己心里明白 甩掉瓷器不过是 他想疏散自己内心 这段时间积累的委屈 中途火车停站休息时 周瑜突然换了一个火车 这回他想明白了 这段时间里 他一直在为诚信而活 如今他要做一回自己 然而就当他在最近的一个车站下车时 怎么也没想到会再次遇到张强 还没等张强来得及解释 周瑜就被车站的战民吸引了 男人光着膀子跟女人展示肌肉 女人瞬间被他憨憨的行为逗笑了 两人的视线在空气中缠绕着 渐渐升起的暧昧情愫 让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顺理成章 周瑜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会因为一首诗 而爱上穷酸孝子陈青 甚至为了他自己不辞辛苦的往返重扬 然而爱情有时就像一个天平 只有双向奔赴的爱恋 天平才能够维持平衡 天平一旦倾斜 随之就会产生爱情的危机 周瑜为陈青付出了太多了 这回他想清楚了 要为自己活一次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已经又到了仙湖站 周瑜四处张望着想要寻找仙湖 然而天公不作美 刚下过雨的空气中 还是云雾缭绕的状态 根本看不清四周的环境 张强看周瑜执意要找仙湖 就一而再 再而三地劝周瑜回去 好在功夫没白费 劝回周瑜后 看着伤心难过的他 张强于心不忍 就只能上前安慰他 心里有就是有 心里没有就是真没有 月亮都有殷勤缘缺 胡也有满有哭的时候 张强让周瑜不要太在意 只要心里有仙湖 他们今天就算是已经看到仙湖了 命就在你自己手里了 经过张强这一点播 周瑜似乎想明白了 既然他心里还爱着陈青 那么就大胆地去爱就好了 自从跟周瑜有过一面之缘后 张强就也经常坐火车往返重洋 想要制造跟周瑜的偶遇 然而他并不知道 周瑜此时正在和陈青约会 尽管周瑜对陈青再一次付出了所有 可陈青对他依旧不冷不淡的 周瑜跟他提起仙湖 他也只是愣了一下 随后才敷衍地回了一句 那个仙湖怎么样 看着陈青并不关心自己 为什么那么在意仙湖 仅仅只是问自己仙湖的环境 周瑜顿时心里一落千丈 再次陷入爱情迷茫的周瑜来找张强 想从他这里再次寻求解答 然而这次周瑜并没有给他任何好的办法 而是对他闭门不见 周瑜这边因为陈青对自己的月家清冷的态度 每天都做着噩梦 而陈青这边却被领导找去谈话 因为如今诗人这份职业渐渐失去热度 陈青也被图书馆的老伴辞退 不过看在同事一场面子上 老板给陈青指了一条明路 去西藏当老师 陈青现在本就写不出诗来 再加上这段爱情里 周瑜对他亲其所有的付出 让他觉得有些承受不起 于是他就打算去西藏当老师 就在陈青思索该怎么和周瑜说时 周瑜竟主动地带着礼物前来找他 看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带着自己所有的家当 搬过来和他同居时 陈青被惊住了 然而同居还是周瑜的第一个礼物 第二个礼物就是为陈青举办的诗词朗诵会 坐在观览车上的陈青 偶然间发现了地上的宣传单 上面印着的头像正是他 此刻陈青看着岸上 忙碌发传单的周瑜 他退缩了 陈青想让周围人看到自己的诗集 但不是以这样的方式 但他终究抵抗不住朗诵会的魅力 当他如约而来到演播厅时 他和周瑜等了一下午 都没有一个观众前来 是啊 在这个浮躁的受惠里 谁还会愿意听那些酸长的诗 除了周瑜 谁还会爱上穷酸的陈青呢 也许是自己诗集不被看中的落寞 也许是周瑜太过深沉的爱 这次大好修复爱情的机会 却让两人的心越离越远 男女依靠在门框上 在不经意的触碰中 男人的理智很快就沦陷在了 女人的撩拨中 然而就在屋内暧昧气息打到鼎声时 女人却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周瑜此时脑海里依旧忘不掉陈青 一边是畏首畏脚的陈青 一边是热情似火的张强 陷入两难抉择的周瑜 如今就像那次去仙湖一样 现在爱情的迷雾里 根本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心情低落的周瑜 需要有人前来给他指点迷惊 于是他只能来找张强 看着对自己敞开心扉的周瑜 张强就以为自己的爱情要开花了 为了留住周瑜 张强特意给他准备了一个人工仙湖 然而看到仙湖本应该感动的周瑜 这次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这世人公共感 可水是完全充满的 他知道这次仙湖的水是满了 但他终究喜欢的 还是陈青给自己的仙湖 于是周瑜又一次 飞蛾扑火般去找了陈青 然而这回 周瑜依旧没能挽回两人的爱情 还意外得知了 陈青要去西藏教书的决定 此刻被爱情彻底的抛弃的周瑜 这才明白从一开始 在陈青未来的计划里 就没有他的存在 面对能给自己诗情画意的陈青 或许接地气能给自己 人工仙湖的张强 才是周瑜过日子的不二人选 回到张强身边的周瑜 即使在跟张强谈情说爱 他的脑海里也依旧忘不掉陈青 他决定存从内心 哪怕是他自己心里明白 陈青不在了 可只有的他 依旧愿意守着空防等 此前张强都当陈青 是周瑜意想出来的人物 如今看着靠回忆折磨自己的周瑜 自己却无法帮他减轻痛苦 张强就想前来重扬 看下陈青到底是否存在 经过一路的周车劳顿 在重扬的图书馆里 他还真的看到了 陈青生活过的痕迹 此刻张强真的相信 原来世上真的有愿意 为爱付出一切的人 夜晚回到家后 周瑜早已经洗漱完 躺在床上等待张强 他是敞开了心扉 准备接纳张强 张强也明白他的心思 但到了关键时刻 他还是拒绝了周瑜的示好 他心里清楚 在周瑜心里张强永远替代不了陈青 隔天 周瑜还是决定要去西藏找陈青 张强并没有阻拦 而是亲自送他去了火车站 离别时 张强还是不甘情愿地 对周瑜放开了手 他奢求着以后还能再见到周瑜 然而他并不知道 这即将会是 他和周瑜今生的最后一面 周瑜义无反顾地坐上了 去往西藏的火车 就像是他对陈青的爱 只要松了弓就没有回头见可言 然而周瑜以意孤醒的爱 最终却没能让他见到 远在西藏的陈青 而是永远停在了 途中的悬崖下面